我做的一切到底有什么意义 姜 你听我说 我只是一个意识体 我 没听明白 我是一个拷贝的意识体 数据的缺失 拷贝的故障 都有可能让我的记忆暂去不全 你的意思是 有可能是我失去了记忆 也许你可以帮助我 让我想起丢失的那段时间 所以你先冷静下来 好吗 我知道了 查理 我们也还有事情要做 我从来没有想过 原来在Q-Speed的背后 一直有着一场漫长而艰苦的斗争 奇迹车神将Q-Speed带来了这个世界 用自己的方式为这个世界带来了和平 查理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是说在这个机器人里 并且在我遭遇事故前 我把自己进行了拷贝 并且将几个可以连接人格拷贝的机器人 发射了出去 这就是你现在之所以是这样的原因 我给这些机器人路线 设置为了我调查到线索的区域 但是由于我的意识体 需要Q-Speed的能量才能投射到机器人上 所以它们只能消灭 所以只有Q-Speed在你附近的时候 你才会被激活 我和慕尼克拉都是这样激活你的 没错 喂 别光顾着说话 小心一点 前面那个弯道需要 刚才那个弯道需要控制飘移的角度后 再进行点盘弹器的释放 然后根据台阶让赛车有节奏的跃动 你比我都要熟练了 我说过 这都是你教的 不过现在可是我的招牌技能 看来在我自己都不知道之后 我还真教了个好学生 要是让老木知道了 不知道他会说出什么来 不过前进行点监数字 我先订阅你 打赛车局 我来自于是 老木认识 不过 我来自于是 老木论 这里到底是 17级车身在隐退后 留下的几个没人知道的功法 在三个大陆都有 可是在我小时候 你教我在车的时候 从来没有发现过这里 我不知道这些东西 到底是什么时候建造的 单只从设施的新旧程度上来看 并没有超过五十年 查理 你是怎么发现这些线索的 奇迹车身的线索 一直以来都毫无头绪 四大车厂 还有其他人都在查他的事情 这说起来 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了 我发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并不是分裂 这就是为了迷惑一些人的烟雾弹 事实上 读出来的那块Q-Speed 是毫无征兆的出现的 毫无征兆是什么意思 有一天 我在实验室一个人对Q-Speed强度进行测试 但是睡着了 在醒来的时候 我发现这块Q-Speed 就摆在我的桌子上 什么 我查过了所有实验室的门禁记录 全都没有痕迹 但在我的实验室 工程部不小心留下了一个漏洞 它是没有和阿尔法终端连接的 我在通过漏洞重新检索 发现了一张全新极高的卡 刷开过我实验室的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阿尔法练部比作为车神的你权限还高 这怎么可能 不 这张卡并不来自于阿尔法练部 你的意思是说 这张卡很有可能拥有四大车厂的通用权限 这怎么可能 这大车厂的关系错过车杂 怎么可能有人拥有一张通用权限的卡片 我不知道 因为当时我也认为 不可能再有另一块Q-speed 所以 是这块Q-speed带给了你突破口 没错 通过对他的记性 我发现了Q-speed里存在着被称为猿马的东西 他究竟如何做到了这一切 独自带来了Q-speed 独自设计了那些赛车 就独自一人成为了奇迹车人 不知道为什么 我突然觉得他似乎十分孤独 他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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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核心一定在这里 还不是放松的时候 找到核心后 洗击车上桌下的资料 一般都需要解析 解析的工作就交给我吧 我很擅长 事不宜迟 出发吧 他的事业 他的行动 以及他的智慧和技术 都仿佛并不属于这个时代 我相信他很可能 来自另一个世界 也许是为了这个世界 才回到这里 就有问题了 我的意思是 他也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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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许是为了 他也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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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许是为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